今天教大家 那个如何破壳松树的种子 这桌面上呢有1 2 3 4 有4种不同的松树种子 这小颗的叫做蛇木松 我们在种植的时候 他们那个 有种做法叫做冷藏机 就是说将种子 拿到那个保湿 你拿那个湿纸巾之类的东西 稍微有一点点湿 然后呢将那个种子放上去 然后到冰箱里冷藏 估计20到40天会发芽 但是呢我们没有这个美国时间好等 教大家怎么破壳 这种蛇木松这么小的种子呢 不需要用到万用钱 只需要用手指 手指头这样轻轻的 稍微刮一下 它的壳就会裂开来 这样子就可以了 看到里面的种人的时候呢 再拿去种就可以提高它的发芽率 那我们现在来破这个松岛 工岛 这个工岛呢 你就需要用到这个万用钱 这个万用钱呢 在一般五金行 大概220左右就可以买得到 万用钱呢 把它夹起来 透过这屁股的地方旋转 再转一看看 转慢慢转慢慢加压 加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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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嘎了一声 好OK开了 但是没看到开口 开口在另外一边 开口在这边 不好开的时候 要转换边 夹开 看到了没 放种子 把它的壳给剥胎 OK很漂亮 看到里面的种人 这个就是完美的种人 那再来我们来破纳虚娘 纳虚娘也一样 它的种子呢 也是一样硬壳的 破壳破后 这个是我刚刚破开来的 做实验 破开后就是长这个样子 再做一次实验看看 破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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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这个壳 注意这个是大概是屁股 你把屁股塞进去 因为它会从头的地方裂开 因为刚刚我泡水的时候 这两颗有一颗是空包蛋 你看这个这个种人 坏掉了 这个就是空包蛋 再做十一次实验 刚刚泡水的时候有一颗 就沉下去 表示说这一颗可能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就破壳完成了 破壳以后 我们就不需要冷藏机 只是丢下去 它很快就会发芽 再来就是酱霜 霜霜霜 霜霜霜也一样 听到叮的一声就表示开了 所以 为什么建议说用万用钱 因为万用钱 它可以慢慢的实体调整 那你一般的老虎钱呢 你没有办法控制离道 容易造成 里面的种人受损 这个刚刚之前泡水的时候 是全部都下沉了 所以估计应该种子都很漂亮 看到没有种人 完整 OK啦 现在 这个破壳介绍到这边 有兴趣的朋友呢 如果你有种松树的种子 你可以考虑准备一只万用钱 好 然后再去破壳 破碗再丢下去种 好 介绍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